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 时间很快的我们就进入了第三册的第三单元了 那么第三单元的课文从长度比前两个单元要更长一些 而且呢很多知识点有前两个单元知识点的复习 另外在第三单元中一些重点巨型比前两个单元要更多更精彩 所以呢希望大家善事善终 我们坚持到底把第三单元二语文章跟老师一起扎扎实实许好 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三单元的第一课 就是Lesson 41第41课 Illusion so pass through peace 宁静田园生活的想象 那么像往常一样咱们打开书 先读一下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 请打开书到193页 193页 跟老师把生词短语先搭上来读一遍 Now read after me Illusion Illusion Past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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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d Bread R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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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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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ior Superior Cock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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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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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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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or 当然这个词有两个发音 在英联邦国家前面发R 所以都能Pasture Pasture 在美式发音中前面R被来A 后面加一个卷舌都能Pasture Pasture 两个声音都会听到 好 再往后走 Idyllic Idyllic 这个词也有两个发音 还有一种发音的是前面这个字母爱发着爱双叶音爱的声音 这么读也行 再来一遍 Idyl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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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声音都会听到都可以 再往后走 Virtually Virtually Dubious Dubious Privilege Privilege Misery Misery Acquaintance Acquaintance Treat Treat Dw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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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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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o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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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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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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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ck Tuck Obstin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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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41课的生词和端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看一看这课书的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 咱们就先看一看题目中出现的这个错觉 这个词 这是复习了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Illusion Illusion 这个词表示错觉 它跟另外一个词呢是孪生兄弟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这是复习咱们以前见过的 我们再大声再读一遍 Delusion Delusion 这两个词都可以表示错觉 它们的搭配呢也类似 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搭配 搭配用必动词 或者用live Ander the illusion 或者Ander the delusion at 某人有某种错觉 有某种错觉 后面的什么错觉 就放在that引导的同位纵句里边 就好了 咱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他有一种错觉 他误以为自己永远是正确的 He is 或者用he lives Ander the illusion 或Ander the delusion at He is always right 他误以为自己永远正确 叫有某种错觉 可以这么来说 这个把这搭配记住就好了 这illusion delusion 都可以用这搭配 这两个搭配 在新概念里面都出现过 那么我们再顺便复习 在32个讲过 另外一个跟他搭配 类似的一个结构 叫某人还以为是这样的呢 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 表现是第一印象是错的 某人还以为怎么样 叫be ended impression at 他也跟Jesse ander搭配 叫某人还以为怎么样 他暗示这个感觉是错的 而且后来发现是错的 咱们看一下一个例子 32课 32课 150页地诗 出现这么句话 Though the crew were at first andered impression at the lost ship had been found the contents of the chest proved them wrong 尽管这些船运们 一开始的时候 还以为那沉船被找到了 但箱子里的东西 证明他们都错了 你看一开始的时候 还以为怎么样 后来证明是错的 叫be ended impression 注意 他强调第一印象是错的 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好 这几个搭配可以跟老师 放在一块记住 这主要是复习 这个单词我们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来看看这个 养育培育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在读里面 breed breed 养育或者是培育 这个词首先注意 是一个irregular verb 不会做动词 它的一般过去词 过去分词都是bread 去掉一个字母译 breed bread 养育培育 而且这个词呢 我们习惯上一般用被动 比较常见一些 尤其用在一些复合词里面 你像复合形容词 a well-bred child well-bred 叫有良好教养的 非常有家教的 说话 彬彬有礼 举止 落落大方 有良好教养的 我们再读一下 well-bred well-bred 就是被教育的特别好 从小特别有教养的 它的反应词就是 an ill-bred child ill-bred 翻译成没有教养的 说话呢 竟带脏字 举止 很不端庄 没有什么教养的 这个ill在这儿 不是形容词了 在这儿发挥负词的作用 ill发挥负词作用 相当于badly 就是不好的 这个well也是负词嘛 放在一块儿构成 复合形容词 叫ill-bred 没有教养的 那么另外 bred 还有一个固定的搭配 就两个过去分词 放在一块儿 叫born and bred 表示在某个地方 出生并长大 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 土生土长的 某个地方的人 这两个是过去分词 联用到一块儿 看一个例子 I was born and bred in China 我是出生土长的中国人 在中国出生 在中国长大 在中国出生 被生下来之后 又被抚养成人 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这么来说 I was China born and bred 也可以把这个出生地 直接放到这个 born and bred前面去 表示某地 土生土长 I was China born and bred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同样的 我说 我是城里出生 城里长大的 土生土长的 城里人 我们可以说 I was city born and bred 同样在这个 名词前面 是不加贯词的 注意啊 直接加这个地方 同时我是乡下人 在农村出生 农村长大 I was country born and bred 就好了 这是breed的这个词 用在过去 分子bred 一些固定打飞 除了用在 复合形容词 也可以用在 土生土长 这个固定打飞里面 希望大家记住 那么 浮育养育 还有一些 类似的表达 咱们复习 我们在前文中说过 可以用 bring up somebody 把某人拉扯成人 用他可以 I was brought up by my stepmother 我是被继母 拉扯大的 可以这么来说 当然在第二个课里面 我们就讲过 用动词 raise 扶养成人 养猪 或者养人 都可以 he has big family to raise 一大家人 要养活 还有呢 像rear 也可以表示养育 或者扶养 用这个词也行 这几个词呢 一般做养育 扶养的意思是类似的 好 breed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一个名词 叫狂喜 极度的高兴 我们大声跟老师 再读一遍 rapture rapture 极度的高兴 欣喜若狂 这个语气比较重 咱们看看这个 表示高兴啊 几个名词的排序 语气最重的 可能就是这个rapture 就是欣喜若狂 狂喜了 然后比它稍微差一点呢 有个词叫delight 就是高兴 欣喜高兴 非常高兴 那么再一般的 一般的高兴 开心 可以enjoy 或者happiness 这个都可以 我们分别来读一下 rapture delight joy happiness 这是狂喜 非常高兴 和欣喜高兴 这个rapture这个词呢 我们也要记忆搭配 它的搭配呢 主要是用在这个 固定用法里边 就是be in raptures 或者go into raptures about over 或者add something 都行 对模式 欣喜若狂 特别特别高兴 这个既可以用be in raptures you can go into raptures 注意用复述 我们借词叫about overadd something 都行 对模式欣喜若狂 看一个简单例子 she was in raptures 或者she went into raptures about her new house 这个女孩子 对她新买的这个房子 欣喜若狂 狂喜 哎呀 太美了 太高兴了 欣喜若狂 都蹦起来了 可以用在这个搭配 所以这个rapture呢 主要记住这个搭配 这个词基本就掌握住了 它一般只用在 这个固定用法里边 好 这个词跟老师 就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高度赞扬 或者圣赞 跟老师大声在读里面 extore extore 叫高度赞扬 或者圣赞 注意不要读extore 这个x 因为有一个 在作怪 所以后面这个字母t 还会轻轻着化成的 这个声音 在里面 extore 对了 而不要读extore 这个发音不对 这个圣赞高度赞扬 我们一般用在 这个固定用法里面 还是其搭配就好了 这个搭配叫 extore the virtues 或extore the benefits of something 圣赞什么什么东西的 种种好处 圣赞某个事情的优点 我们看例子 extore the virtues of internet technology 它圣赞 英特网技术 给人类带来的 这个种种好处 固定搭配 extore the virtues 或者the benefits of something 本文中也是用在 这个固定用法里面 这是高度赞扬 或者圣赞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表示夸奖赞扬 还有好多类似的词汇 比如说 我们有两个 也是书面语 叫高度赞扬 程度跟它类似的 极物动词 我们分别读一下 认识就好了 读第一个 exalt exalt 好 再读第二个 eologize eologize 就是圣赞 或者高度赞扬 还有跟它类似的 像赞扬 一般的表扬 大家可能最熟悉 这个词叫praise 也可以当其无动词来用 对吧 叫praise 就是表扬或赞扬 还有一个表扬 夸奖 称赞 是用这样一个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cclaim acclaim 但是acclaim这个词呢 习惯用被动 比较常见一些 就被称赞 被表扬 比如说 咱们看一个例子 a much acclaimed novel 一部备受赞誉的小说 这部小说是 受到大家称赞 是被称赞的 用acclaimed 这个词 过去分词 让其用词来用 所以这个词 一般多表达 被动的含义 被称赞 被赞扬 还有一个 我们常见的 恭维夸奖 我们用这个词 大声再读一下 compliment compliment 恭维夸奖 说好话 它的搭配呢 一般都用在 compliment somebody on something 夸奖某人某事 恭维某人有某事 这个就可以了 第一个先加人之后 再加这次on 再加这个事情 再加东西 我们看例子 Everyone at the party complimented Mary on her new dress 聚会上的每一个人 都夸奖 说玛丽 她的新衣服 新裙子特别好看 complimented 第一个加mary 再加on 再加后面的东西 恭维某人 夸奖 她的某个东西特别好 是用这个结构 我们最后再读一遍 compliment compliment 好 那么这个夸奖 表扬胜赞 相关的这几个重点词汇 跟老师 我们就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高级的 优秀的 优越的 这个形容词特别重要 尤其在做比喻时 它很容易用错 跟老师大声 先读一下 superior 再来一遍 superior 优秀的 优越的 高级的 本身当普通形容词来用 是没问题的 比如说 He is a superior actor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位演员 可以用它 没问题 但注意这个词 在与其他的事物做比较时 叫比什么什么 更优秀 更优越 这个容易错 大家记住 这个大肥叫 be superior 后面加戒词to 这个一般的比较 是用形容词的比较集 后面加then 但是这里边 用它圆形 圆集进行比较 这个词没有比较集和最高级 用圆集进行比较 叫be superior 注意后面不能加then 加戒词to 这个搭配特别重要 要记住 看一个简单例子 Your computer is far superior to mine 您的这个电脑 比我的这个电脑好多了 比我的电脑更高级 更优越 be superior to 当然不能说to me 你的电脑跟我的人没法比 to my 像那my computer 我的电脑 这是注意 加to 这个比较 它的反应词顺便可以同时记住 而且一样是用圆集进行比较的 你看后面有特征 一般都是ior结尾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nferior inferior 这叫更略等的 更次等的 更差的 就差一些的 质量比较低略的 更略等的 那么这个形容词的比较 用be inferior后面加戒词to 一样用圆形 不能后面再地er est 它没有比较继续高级 圆集比较 后面戒词加to 比什么什么 更略等更差 这是一组 superior inferior 还有两组 咱们常考的 把它记住 另外这个叫更高级的 年纪更大的 或者资历更深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senior senior 这叫年纪更大的 资历更深的 搭配呢 叫be senior to 比什么什么 年龄更大 或者资历更深 同样 圆集比较 后面加其次to 它的反应词是junior 年纪更小的 资历更浅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junior junior 你发现有规律 都是i or 结尾的 搭配叫be junior to 比什么什么 年龄更小 资历更浅 还有一组 就是prior和posterior 一个叫时间上更早的 一个叫时间上更晚一些的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第一个词 时间上更早发生的 prior prior 你看也是i or 结尾 搭配同样可以用be prior to 比什么什么更早发生 时间上更早一些 它的反应词就时间上更晚一些的 晚于某式的 我们大声里面 posterior 注意这个字母t 本来发t 在s 后面作怪 也要作化成t的声音 在里面 posterior posterior a叫时间上更晚发生的 搭配叫be posterior to 比什么什么更晚发生 把它记住就好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 咱们以前讲过 在38课讲 未来的人 我们的子孙后代 不可数名词 是不是有个名词叫posterity 还记得吗 posterity 拼写是posterity posterity posterity by the or 去到这叫ty posterity 指寸后代 不可数 这个三组 superior inferior senior junior prior posterior 咱们把它同时记住 而且做比较式 都是加to 这是参考的 容易错得起个 好 这个词重点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 咱们看一看 这个鸡名 公鸡打名 就鸡体 我们大声都讲 cacro cacro 叫公鸡打名 或公鸡叫 这个声音 注意这是名词 叫鸡名 公鸡打名 可以这么来说 那它的这个动词形式 就是公鸡叫呢 我们常常就可以把前面那个 cac把它去掉就好了 但是我们先看看这个 cacro 它一个行进词 cacro 表示共鸡打名 但还有一个词叫 cacro 这翻译片的类似是什么呢 咱们肯大大同学们还记得 这表示蟑螂 厨房里常见的这种蟑螂 小虫子 对吧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cacro cacro 蟑螂小强 有的时候在口语中呢 也可以把前面那个cac去掉 只用roach roach 也是表示蟑螂的意思 但正式地表达叫cacro 还记得这句话吗 很多女孩子特别害怕蟑螂 many girls are afraid 或are scared 或者用are frightened of cacroaches 很多女孩子害怕蟑螂 这个攻击叫 这个cacro 跟cacro 发音频系有点像 把它变析开 不要搞混 好 刚才我们说 这个表示攻击叫的动词呢 是把前面这个cac去掉 后面这个cacro 本来就比较鸡名的意思 前面那个cac 本来表示攻击嘛 但注意这个英式美式 含义不一样 在英国呢 可以用cac 它把o 这个声音c-o-c cac 表示攻击 在美国这个cac 咱们别轻易说 美国读读cac 它一般是 一个 并不太好的一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 咱们自己查字典 有个不好的意思 在美国不要轻易说 在美国攻击呢 咱们用rooster r-o-o-s-t-e-r rooster是攻击 那么攻击叫 我们直接用动词 搭上来做一下 crow crow the rooster is crowing 这只大攻击 正在咕咕正在叫 可以当不及物动词来用 叫攻击打名 我们说这个词 也可以做动词 叫乌鸦叫 咱们不知道为什么 用同一个词 都用crow这个词 crow这个词 本身当名词 就可以表示乌鸦的意思 最后动词 乌鸦叫 或攻击叫都行 然后它的老婆 就是母鸡 母鸡叫呢 也有一个不及物动词 都是不及物的 我们大声都讲 cackle cackle 你发现这个词都是模拟声音的 公鸡叫 c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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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母鸡 c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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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鸡叫 还有鸭子叫 也是不及物动词 都是 我们大声都讲 c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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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鸭子 呱呱呱呱 这么叫 用它 还有好多 你像这个猫在叫 我们大声都讲 喵 这个比中文那个喵 这个模拟声音更像 因为英语本身是个 拼音文字嘛 模拟声音特别在行 第一个发 后面发 ow 所以放在一块 喵 喵 the cat is meowing 这个小猫正在喵喵地叫 狗叫 这是我们四级词汇 我们大声再对一下 bark bark 当名词可以表辞树皮 当动词叫狗叫 b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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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bark 模仿狗叫 还有一个羊叫 也是不及无动词 我们再来遍 bleat bleat 那个羊 bleat 很类似 还有像牛叫 我们再读一下 bello bello 猫猫的叫 还有猪横横 猪叫 这么一个 我们再读一下 grunt grunt 猪叫 猪猪横横横 还有一个马斯 马在叫 骏马在斯明 我们再读一下 猪猪 猪猪 也是不及无动词 那马叫 猪猪猪 用这个词特别贴切 还有我们在第六课讲过的狮虎的吼叫声 狮子老虎在叫 在大声那边 roar roar 我们还指轰鸣声 roar down the arcade 顺着拱狼街呼啸而下 大家可能还记得 还有呢 chitcher gogo 还有一些金灵子这些草虫在叫 我们再读一下 chirp chirp 好 还有一个美国有个网站叫推特 对吧 就用twitter这个词表示 鸟儿在叽叽喳喳的叫 那么很多人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看法 像鸟儿叽叽喳在叫一样 我们再读一下这词 twitter 就美国这个网站推特就用它 对 鸟儿在名叫 但是这个鸟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 为什么一般是麻雀呀 急于她在叫 但如果要是像夜鹰啊 像百灵啊 叫婉转的在叫 有这么一个词 再来okay warble wurble the nightingale is warbling 这是夜鹰 在婉转的在叫 可以用它 这是表示动物的叫声 放在一块可以记住 攻击叫 动词是crull 名词基名叫Cakro 就好了 好 下面我们再 看一个重要的词汇就是 闪烁 我们大声跟老师再读一下 Glint 注意发音 中间这个字母 I在这里发A 而不要发 E 所以不是Glint 不是发音的声音 而前面发A N 而不是 In 所以是Glint 而不是Glint 注意口型 再来面 Glint Glint 这个声音叫闪烁 这个词表示闪烁一般多形容 很多碎碎的亮点 在同时发出耀眼的光芒 很多碎碎的亮点 指哪些东西好多 比如说波光淋淋的水面 阳光一照 很多亮点在闪 还有树梢中 射下来的阳光 在树梢之间 有很多亮点 还有一块美丽的钻石 很多亮点在闪烁 还有清晨草丛里的露水珠 很多露珠在闪烁 都可以用它 我们先看看这个一个例子 The dewdrops glint in the sunshine 这些露水珠在阳光中闪烁 这露珠本来就 dewdrop 就露珠的意思 复述就dewdrops 你看 遍地碎碎的亮点在闪 跟它类似的词呢有两个 这两次含义类似都可以表示 很多碎碎的亮点在闪烁 我们先读第一个 Sparkle Sparkle 再读第二个 Glitter Glitter 也是闪烁 多强到这个含义 而且读快之后 中间这个字幕梯 又会轻轻濁化成的声音 再来没 Glitter Glitter 叫很多碎碎的亮点在闪烁 那同样的我们 可以通过一些例子 来进一步看一看 比如说 我们看这个 这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 这个名句 它叫什么呢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od 这句话里出现部分否定了 All是全部肯定词 再加个not是部分否定 怎么翻译呢 闪烁的不都是金子 新型词是all 如果用这种不定代词当新型词 后面定义从句 一般用that而不用which 这个that glitters 是一个完整的定义从句 修饰这个all 闪烁的并不都是金子 不能说闪烁的都不是金子 遍地黄金在闪烁 也是很多碎碎的亮点 用它可以 同样sparkled diamond sparkled in the sunshine 这个钻石在太阳光中闪烁 都可以 好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在18克讲过的 灯火烛光在忽明忽暗的摇曳闪烁 有这么一个词 我们再大声动一下 flicker flicker the candle flickered in the wind 蜡烛在风中闪烁 这个树影摇窗的感觉 摇曳扑动的闪烁 尤其是烛火或者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篝火在闪烁 对吧 还有一个词 就突然间发出一道强光 我们再来一遍 flash flash 你听这声音就比较刺耳的 就短促的声音 突然间一道强光 转瞬又灭掉了 它作为名词可以表示突然的一道强光 那么做动词就发出一道强光 马上又灭了 对吧 还有一个表示像星光微弱的在闪烁 我们再读一下 twinkle twinkle 这个词一般指星光 微弱的在闪烁 我们回忆一下 以前提过 这个Jane Taylor的这个诗的片段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小星星一闪一闪的 好像天空中的钻石一样 这是这个星光在微弱的在闪烁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在未来会碰到的一个词 叫glow 这个词也是表示发光 但这个词一般表示 多强调那种像 燃烧过的物体 发出温暖的暗红色的光芒 一般多指那些 类似于燃烧过的物体 发出温暖的暗红色的光 就我们再读一下 glow glow 比如说 the heated iron bar glowed 这个被加热过的铁棒 发出红色的光 暗红色的光芒 the bar 就是长bar门 被加热过的铁棒 发出温暖的暗红色的光 可以用它 好 这是这个闪烁相关的词汇 咱们看到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下降或者指降临 这个词 也特别重要 而且意思特别多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descend descend 好 它的本意表示下降 就是物理位置变得比以前更低一些 下降 那么我们 急误不急误都行 急误动词可以加冰语 沿着什么下降 we descended the stairs 我们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当然用descend这个词比较文气 口语中可以用we walk down the stairs walk down就好了 但是descend比较正式一些 那不急误动词也行 the plane started to descend 飞机开始缓慢下降 这不加冰语了也行 沿着什么下降 是急误动词 就是主语本身下降了 那用不急误动词就好了 注意它的完美反应词 就是上升 以上的两个例子都能替换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scend ascend 把前面的D去掉之后 加个字母A就好了 那么descend是下降 ascend是上升 我们走上了楼梯 we ascended the stairs 飞机开始上升了 叫the plane started to ascend 都可以 急误不急都可以 这两个一组可以同时记录 但是这个descend是个多语词 它除了表示下降之外 还可以表示是某人的后代 这个时候一般用在这个搭配 叫be descended from 从你老组织的血缘关系 慢慢降下来了 是某人的后代 那么它可以同时记 它的名词形式就是后代子孙 注意这个词是可数的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posterity 是不可数的 但这个词表示 一个两个的后代是可数的 我们再读一下 descendent descendent 就是descend 后面叫ant就好了 看一个简单例子 他是孔子的后代 He is descended from Confucius 孔子 孔夫子 这是从中文音译过去的 我们再读一下孔子这个名词 Confucius Confucius 孔夫子 Confucius 也可以这么说 He is a descendant of Confucius 他是孔子的一个后代 这个名词了 这个可数文一个后代 用这个搭配也行 但注意后面什么什么的 用of 但be descended 后面叫from 这借词不要错就好了 好 这是descend 另外一个意思可以表示 是某人的后代 注意搭配 但是本文中用在一个固定搭配 也非常重要 就是descend on 当然在更庄严的场合 可以把on或者upon descend on或者descend upon 这个结构用的特别多 它的意思呢 可以有两种翻译方法 就看主语是人还是事物了 如果主语是一个人的话 往往是表示大批的突然来到某个地方 而且暗示往往造成一些不方便 大批的人突然来到某个地方 或者降临到这 而且往往是造成一些不便 我们看这个意思 Millions of tourists descend on Beijing every year 每年有数以百万级的游客 到北京来玩 大批的人突然来到某地 尤其是正在长假期间 五一十一 在春节的时候 可能来的人比较多 春节比较少 五一十一长假 外地来的人游览的很多 Millions of tourists descend on 大批的突然来到某地 而且造成一些不方便 经常会堵车呀等等等等 这个东西 但是本文中是事物作主义 事物作主义是表示 某个抽象的事物 比如说安静啊 比如说什么黑暗啊 比如说夜色呀 甚至某种情绪 突然间降临了 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 这个东西了 叫夜色 宁静 或者是什么某种情绪 尤其是一些不好的情绪 突然间降临了 等等等等都可以用 我们看一下例子 Total silence descended on the room 你看突然间降临 它的主义是silence 安静 房间里突然陷入了 一片死寂 Total silence 就完全的安静 没有一个人说话 突然间陷入一阵寂静 就当他一开始在屋子里边 可能正在热火朝天 为期末考试准备 背单词 读单词读英语 大声正在背考 突然间班主任推门进来 噩耗传来 大家注意 校囊死了 不考试了 大家突然间陷入一片死寂 但是为什么咱们也不知道 反正总而言之 大家突然间都不作声了 Total silence 你看这个降临到某个地方 因为design now 非常恰入气氛 再看几个例子 我们看 A sense of complete helplessness has descended upon him 那比较正式的地方 可以把暗魂的upon 这两个解词是一样的 一种完全无助的感觉 突然间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突然间陷入一片无助 哎呀怎么办呢 突然间就这样了 也完全的无助的感觉 降临到他身上 可以用它 当然也不一定收拾 这个很坏的情绪了 坏的事呢 是占多数 有的时候好事也行 你看看这句话怎么翻译 A double blessing has descended upon the house Blessing 就好事喜事 一个双重的好事喜事 突然间降临到这个房子里边 就这个房子就这家人了 the housekeeper 住在房子里一家人 什么意思呢 就咱们中国人说的 双喜临门 两个喜事 突然间都到了这个 降临到一家人身上 双喜临门 用它也行 突然间降临 这个我们再看本文中 192页27到29号 看他怎么说 192页27到29号 Fill things would be more impressive than the peace that descends on deserted city street at weekends when the thousand that travel to work every day are tucked away in their homes in the country 他说很少有什么事情啊 比这个东西 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更感人了 什么呢 就是这个宁静 什么宁静 突然降临到了 这个荒凉的 这个城市街道上的 在周末时的这个宁静 周末时呢 人都到郊区去住了去了 城市街道上没有车了 突然降临 宁静降临 用它也对 为什么 因为那数以千计的 每天往返 这个来上班的人呢 都消失到了 他们乡下的家里边去了 住在乡下 这个城里边就没什么人了 design啊 叫突然降临 这是表示某个抽象的事物 好 这个design几个常见意思 希望大家把它牢牢记住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词 叫做顽固地固执地 我们跟老师带大声读一下 这个音节比较多不好读 慢慢来一点 我们先慢慢来一遍 obstinately 再来遍 obstinately 叫顽固地固执地 它的形容词形式 把那ny去掉就行了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obstinately obstinately 老师说过 ate在形容词中 一般不读 ate 而发ate ate 读快之后后面那个t 失去爆破 所以是 ate 顶住上一堂 大声那边 obstinately 那个后面 ne 最后t 舌尖顶住憋住气 再来面 obstinately 叫固执地倔强地 这贬义词了就错误的观点 总是抱持住不放 比如说 the old man is as obstinate as a meal 这个老爷子 哎呀 像一只骡子一样倔强 注意这老外的比喻 像什么什么一样的如何 跟中文中往往不太一样 中文中生像驴一样却 他们是说像骡子一样却 他们可能觉得骡子比驴更加倔强 meal表示 驴和马的孩子叫骡子 那我们看看几个常见的比喻 比如as stupid as a donkey 蠢的像驴一样 老外不用驴比倔强 那比如说傻 缺性而蠢 as stupid as a donkey 再比如说 as busy as a bee 勤劳的像蜜蜂一样 这个跟中文一样 小蜜蜂那个才蜜蜂 勤劳的小蜜蜂 可以用它比喻 还有as cunning as a fox 这个跟中文也一样 咱们都发现狐狸呢 这个这个它比较狡猾 as cunning as a fox 像狐狸一样狡猾 足智多谋 另外的比较多疑 叫狐疑嘛 不用它 as brave as a lion 勇敢的像狮子一样 这跟中文不一样 中文中叫猛虎一般 因为亚洲地方老虎多 但欧洲那边狮子多狐少 所以叫像狮子一般勇猛 这注意跟中文不一样 还有像as proud as a peacock 叫得像孔雀一样 叫得小孔雀 你看孔雀它被开屏之后 挺着胸脯 觉得我最美丽 叫得像孔雀一样 叫pecock 可以这么说 还有呢我们说 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这跟中文肯定不一样 中国古代没有教堂这个东西 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 穷得叮当响 还有呢as graceful as a swan 像天鹅一样优美优雅 graceful就是优美的优雅的 swan是天鹅 像天鹅一般优美 这是我们看到 一些固定的动物的比喻 好再回到这个中间词 obstinate 就固执的倔强的 咱们表示固执的 好多词都能替换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就是staborn这个词 那么英国人都是staborn 但美国人都是staborn 后面加个儿化运就好了 我们把美音读一遍 staborn staborn 固执的倔强的 还有另外一个词 跟他类似 也是表示倔强的 总是这个 总不愿意听进别人的话 在里面 headstrong headstrong 脑袋很强硬的 就是不愿低头 不愿向别人屈服 不愿屈服于一些 正确的选择 就倔强固执 但这个词呢 往往有贬义词的味道 但是如果是坚持正确的事情 就变成包一词了 咱们翻译成坚定不移的 坚决的 这时候可以用determined和resolute 就看坚持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坚持错的叫固执的 obstinate stubborn headstrong 但坚持正确的 就是坚定不移的 坚决的 再来一遍 determined determined 再度第二个 resolute resolute 这些词表示坚定的 坚决的 是坚持正确的东西 而不动摇 好 41课 比较重点的生词短语 跟老师就学习到这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